啊 迷你玩家又被网包了 而且还不是因为我的世界 我瞅瞅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最近单载拍堆越来越无言张妻了 援引周思 一大批的迷你世界玩家 用入了单载拍堆 请你们不要把你们的 迷你缝给代入单载拍堆 啊 迷你缝 什么是迷你缝 今天个周来给你们舍舍 迷你缝是什么 啊 原来有介绍啊 受险什么叫迷你缝呀 玩仨游戏都要做什么猛险介绍 制作个视频到处都是铁质 话题像这样 迷你新人报道 您能制作 历史精品 点个赞吧 不然去你家投马桶 还有那恶心的胚眼 和一坨达边的绿精 如果你们整地绝地 这种绿精很好看的花 那你走自己慢慢玩吧 嘿 虽然我没玩过单载拍堆 但是你这么说 我就不得不想来一个单载拍堆 然后 哈喽大家好 迷你世界萌新玩家报到 点个赞吧 不然去偷你的表情报 请问你们把一个游戏视频给做成这样 那个游戏会欢迎你们呢 呃 停停停 视频扔啦 扔啦 要不是你这么调侃 我也不会做这个视频 不过老实说 你这种边跑酷 边发表意见的风格 好像也挺像迷你风的 而且吧 玩个游戏一座新人介绍 还不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游戏嘛 迷你玩家虽然年纪小 但是不代表年纪小的人 玩这游戏 档次就低吧 就这么说 让我来在迷你世界里建造一个房子 或者用触发器 制作一个游戏 我都不一定有小朋友厉害呢 这该不会是有些小黑子 看不起小朋友吧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们包负单在拍堆的视频 也不少吧 啥 包负单在拍堆的视频 这怎么可能 难道不撕吗 冒险迷你笑拱住 舍单在拍堆的妖性 吵析了你们迷你世界的皮肤 这 对比下来 那怎么看出来吵了什么 难不成音乐系列的皮肤 只有你们迷你世界一个游戏能做吗 那损伤响的影迷闪腰 丝不丝业吵析你们了 而你一个被法庭都盘吵析的游戏 你有什么资格舍其他游戏吵析你们了 就算真得跟你们一模一样 夜市你们吵析 我们知道吗 要是这样舍 那你们的咔咔你你 丝不丝还要给猴子要个半钱啊 听听听 这绝对是某些不理智玩家说的 你们之所以走到那都不会缓迎 纵死以为你们 做过不要恋的私情太多了 种过散打兽游全被你们给吵过 你们做的不应该是放下以哈自己吗 为什么还是在继续照别的游戏理查 对于这个 我只想说 游戏的创作出气 也有可能是某个其他的游戏 带来的灵感 就类似于玩过单载派对之后 我觉得它就和唐多人很像呀 但是 这都是游戏官方的事情 认真热爱游戏的玩家 只要认真享受 游戏带来的快乐就行 玩什么游戏 都是大家的自由 而那些喜欢找茬的玩家 小黑子 会灭吧 他们一定不是真真喜欢这款游戏 不用理他们 大部分的迷你玩家 还是很理智的 那也是整体怀疑 给别迷你玩家 是不是主司了吃多了 再单再兼什么甲族 然后做去皮肤 那发现你们整体私一点恋都不要 我皮肤又不会映像游戏体验 难道又了皮肤似拿起先敷吗 你有这死剑 还不如去歇歇你的昨夜 那总问你 你昨夜歇完了吗 一天天坐下着玩游戏 你们难道像单再成为下一个迷你吗 拜托迷你玩家别来祸海单再号码 去玩别的游戏吧 谢谢 终于盼完了 我总算是听明白了 终究还是因为 某些玩家不理智的行为 激动了单再玩家 但这些行为 不能代表所有的迷你玩家 迷你玩家里也有很多的建造大神 创造出来的地图 能让单载派对更好玩 大家不能因为某一些人 就把所有归咎于迷你玩家 这可就一片概全了 就像人也分好赖 对于这种情况 我还是保持中立 大家好好提高自己的技术 在游戏里寻找快乐不就行了 你们说呢